大家好,這是NEXIT 今天要講的是學校衛生第二章節 大家看一下 這個部分 前班 有互動式教學法案 來看一下健康教學 健康教學有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班級討論 腦力激盪 角色扮演法 小組討論,遊戲和模擬 情境分析和個案分析 班級討論 選擇一個有趣的 問題或主題來讓大家一起做討論 然後 它的好處是 能夠互相學習 同學間互相的交流 學習 腦力激盪的時候是指 學生在短時間內針對各種 主力激盪 來應配各自的想法 那腦力激盪 主要的方式就是大量的 想法 然後對 想法的評價或者是 辯論是稍後的事情 然後 接下來是 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是一種非正式的角色 它就類似戲劇 這個其實就是 講說你要不要去辦一個人 你要去辦他 依此類推 你去辦另外一個人 你可以感受他從另外一個人 跟不同的人之間 會A和B 不同同學之間 他會有彼此的行動 會比較新鮮一點 然後會有不同的狀態 可以去了解 好 那小組討論 那小組討論就是在 全班都討論 那它是說六個人啦 那其實沒差啦 就看人數 它是人數很多 人數多的時候可以分 分成幾個幾個 五個六個之類的 那它可以讓B10的東西 討論快速增加他們的討論目的速度 那壞處就是 壞處是有些會躲起來就不講話 因為那個 有些人想說靠其他人講話 或者是他們不喜歡 不太敢講話的人就會被 過多過少的排擠 需要去應對應對的東西 好 遊戲和牛尼法 遊戲是一種特色的方法 遊戲就是放 放一些什麼彩券 還是放一些 放一些什麼 丟沙包丟沙球的東西 那有一些 有一些那個東西 學校那邊會有提供啦 那個可以先去提供 看看有沒有 問一下 學校那邊有沒有提供 相關的教材 因為那個都會有一些 教 訓導處那邊都會有一些 以前的教案 舊的教案 或者是用過 那個東西用過就丟了 然後這個東西 原本啦 原本是用過就丟了 有一些老師會留下來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用那個東西去做 又解析 對 好 情境分析和個案分析 那情境分析讓學生思考和分析 好 來辯論 辯論的時候 辯論的時候就是 分兩分 正方反方 正方 反方的應對 這個很基本 而且還蠻有趣的 好 來看個人技能 個人健康的技能 個人技能 這個是那個 在那個 巴哈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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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五個 五個關鍵值 個人技能 這就是其中一個範圍 其他還有什麼 社區 社區技能 反正他還有五個東西 但這個東西 我超 我有點忘掉了 政策 還有其他還有一個政策 好的 我回去再看一下個課本 暫時想不出來 好 來 我先來看下去 個人技能的重要性 個人技能重要性 由個人依據他自己的自我性 不被他人影響的情況下 做出來的選擇 比如說今天的決定 做決定 做決定 決定 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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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效溝通 表達自我的方式 然後接下來還有旁邊很大串的東西 好 就是有文科的東西 就是文科的東西 文科的東西非常多 好 那一樣就先念下去 人際關係 他重要還有其他人際關係 自我察覺 同理心 其實就一個同理心就差不多了 然後 情緒管理 情緒管理 這幾個 這幾個都 一兩個就夠了 其實同情心 跟情緒管理就差不多了 好 好 那這個地方也看一下喔 下面有寫 酒和其他藥物 煙酒和其他藥物 煙酒和其他藥物 這個東西就是因為 就是類似WHO的東西方案 WHO那方面 最大的東西 大眾其實是歐洲 歐洲和美洲 他們的東西都會比較偏向 他們年輕人會踢倒 踢倒比較 比較 叫我們亞洲人而言 他們會更快 更快找熟 所以 藥物 什麼 比如說 什麼 搖頭丸 然後要什麼東西 都比較 藥物 然後 酒精 還有 其他的 其他的 是不是 藥 其他的 煙 等等 這些東西 台灣還有一個 檳榔 檳榔也是相對 比較少 因為那個來說的話 並沒有 並沒有說過 並沒有說 就是我們的那個年紀的關係 我們的 早熟 晚熟嗎 是這樣子 是因為這樣子概念來講 所以我們其實不太要 不太要 去那個 去規範 除非有一些可能像是 高工的 高工 高工的比較會容易去抽煙 不知道 高工做 做那個事情做很累 或者是修 就是修 修車嘛 或者是 有一些要 動力的 體育生 要運動玩 然後累 疲勞 用一些藥物去做 恢復 不一定都是 壞的 藥物不一定都是壞的 不過 有些要去監管 老師一定要去監管他有沒有 去 吃上什麼東西 不適合的東西 比如說禁藥 不過是在學校裡面有人偷賣 偷賣那個藥 禁藥 比如說搖頭丸 像這種 不合法的藥物 來去 冒險 那因為年輕人沒有辦法去 應對 比較難去應對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才會有說 做應對的方式 就是說 應對 有發出各式各樣的 證明 你 角色扮演法嘛 還有 還有檢查法 就是各式各樣的法案 就是來去阻止別人去賣東西給你 或是如何他去阻止別人不要給你藥物 就是爸媽嘛 爸媽法 就是拉住爸媽說 我爸媽說我不能做 喔我不能喔 這樣子 大概的概念 那 他主要是 勸 勸 勸導父母的東西 來 看他講到這個 同車時勸導父母不在車上抽煙 然後請聽去理解同學濫用的原因 好 這個就是商討法 自我肯定法 無焉校園 然後接下來 章節轉節 協商以及拒絕法 然後那個飲食的部分 飲食的部分來看 飲食部分有做 選擇健康的食物以及菜單 然後他要選擇營養的地方 好 HID HAID AI tempor 愛滋病 愛滋 愛滋病 它 這部分 尖洗裙套 以及 um 酸黃體素的杖 何 黃體素那一套就是說二十二個天然後再重新跳跳回一起 因為黃體素會增加那個 懷孕的機率 那當然其實還是要有保險套才做 還是要有保險套 這樣才能夠確保不會懷孕的可能性 好那介紹 雞仙蟲這個就比較少這個應該鄉下台南 可能台南那些台南屏東那些有草的地方 殘南屏東花園吧 我知道了就這幾個 好 暴力防治法 溝通技術 平靜的描述自己的處境 而是責備 好 暴力防治他也了解 侵略者犧牲者和旁觀者 只有社會很重要 我們老師講的 之前講的那一對很重要 教授講的說 我們每個人都是旁觀者 但沒有遇到事情前 我們每個都是旁觀者 但是我們往往到 變成旁觀者 那變成 身受期間的時候 你已經來不及了 大家聽得懂 你是 一般人都沒做的時候 是不是旁觀者 但是如果等到你這樣使用的時候 你想 追求其他人的幫助 你可能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平常時候就要有這個概念 批判性思考 去決定說 自己要怎麼去做 那平常可以幫忙別人的時候 也可以幫忙別人 免於災害 也免於暴力 衝突 也可以協助老師 可以先選擇教授 可以先選擇你認為的重要他人 或者是你結家人 可以接受 都是有人的才子 好 好 那來看一下 校內 健康教育他活動的伴侶 如何 校內的 很熱 值熱 重選 重的字稱為 校長 校長 教務場 教務以及學務 教務 我可以有空 我再去拿 拿那個 書 我再去拿那個書 給他看一下 因為那個 啊那個是網路啦 我整個PDF檔 所以 我就在 網路拿過來給大家看 好 學生 學習者導向 根據學習者的進去 然後定定了 學習目標 辦理相關活動 啊 教練資訊就有 行政教學 研究等 各種目標的 有習學會 有義工 有學生 都是這樣子 可以幫忙幫忙 去處理 然後來看一下 在辦理的時候 先 正為 分析 健康問題 然後描述 相關的行為 確定 描述喔 描繪 呃 描繪 他用描繪 他聽起來很奇怪 描述 描述啦 描述不是 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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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繪相關的 第二個是描繪相關解決問題的行為 然後第三 就是需要的技能以及 資訊以及技能 information 描繪 他英文怎麼講 對 我們就講技能就好了 我忘記那個英文英文怎麼講 確認第四步 然後確認需要的資源 那有 除了說 簽證之外外 那還有 增進和意志負面的 負面的 的來源 然後以及 善用 當地的所擁有的 其中他講到說 學校服務的資產 以及 財 財務的 幫忙 幫忙 好 接下來 測量結果 更不外對會習的東西 衝擊 他們稱之為衝擊 衝擊就是在短時間內 第1 3天 1 2天 1 2天 或3天就可以看出來的東西 叫衝擊 好 那他的東西還有這個東西 校內健康 校內衛生 好 他的衝擊 他衝擊的 中 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學大專 以各教 各教衛生股長 或者是 學校的社會 社團 志工 像這樣子現在也已經有了 有的社團了嘛 所以也是做類似的概念 保健隊又是那個 以前在做 做 現在 現在還是一樣啦 但當我做的東西是 我記得是 呃 做 去幫忙 倒垃圾 然後去 分類 去幫忙分類 然後去貼一些相關的 下關的海報 讓大家去 知道自己的狀況 然後也可以在下面去找那個 找 找 那個 找那個 是 衛生的老師 衛生的老師 衛生導師去找他 咸尿 喝咖啡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看一下衛生隊的工作是什麼 衛生隊可以 可以 等一下 衛生隊可以做 行 塵尖 導師的塵尖檢查 然後如果是在 體量 一年 一年會兩次 我記得是兩次東西可以做 做 體重檢查 以及刺激檢查 我記得是有兩次 好 然後斜肚 冰涼 這個真的是很累 就 斜肚內外的整潔 那個高度真的很大 那個東西是有 衛生 衛生師 衛生老師是 沒有辦法做到 看管所有的外面 所以每次大家去看 大家看 土假或寒假 你們會回來 會回來幫忙對不對 真的很要幫忙 不然 老師那個今天老師會 會自己 會 整理整理到崩潰 太多了 這邊那個事務內 要整理的 你看嘛 各個老師處置 然後再加上一個 大廁所 每個的廁所 然後還有加上一些比較少用的 球場 網球場啦 建委那邊 學校是說 網球場 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就很尷尬 那東西很多 弄不完 就弄不完 真的 好 在 現在來做 做導師嘛 要 需要導師 然後協助 協助導師來去做 做 做不同的 幫助 有的都是 大文言都是那個 去外面去做教導 拿一個桿子 拿一個那個 黃色的 黃黑 黃黑色的桿子 來去做教導 好 大家來看一下 其他 其他部分的話 整節比賽 很重要 會有 會很簡單 很簡單的 就可以記憶起 那個 記憶起學生去 去整理東西 清 清潔 以及整理自己的 周生環境的 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拿 放在這一個 布條 你想想看我們以前 小時候是不是也是這樣子嗎 一看到這個東西 就很開心 哇 我的那個什麼 假等 我的什麼 一等 兩等 三等 這樣子嘛 然後到 呃 真 冠軍 冠軍 季軍 怪軍 禁軍 亞軍 對不對 有這幾個東西可以去看 這個是很有趣的東西 用這個東西來做增長 來吸引學生去做 整潔 整潔的 激勵 這個就是剛剛前面前說過 要 要嘗試多使用 多使用 多激勵型的關係 好 好 好 那我來看一下 接下來還有 人緣 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這個要注意一下 專題演講有些時候 你要確定你的那個人能 能不能控制他 控制他講話的內容 不然有時候他會講話講尷尬 就很像 有些人可能只是嘴巴講講 所以會幫忙 但其實他 其實他只是 半瓶水 不然就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事情 就很亂 重點 重點是不亂 重點是不亂就好了 但是如果很亂 然後就 又有一大堆 再講一堆亂七八糟給學生聽 就很尷尬 糟糕 完全 完全還不如花多花一點時間 或者是你剛才放個影片上 專題演講這個是一個兩面刃 你用的好就是好的 你用不好就很尷尬 就非常的糟糕 好 建立起健康諮詢室 那是輔導 是 也就是輔導室的部分 就是交給輔導室的部分 就是處理 那一般來講都是老師 如果是專業導師的話 如果是專任導師的話 比較需要諮詢室的 然後專科老師的不需要 專科沒有這個需求 因為他那個 平常都沒有 他就交一交 拍拍屁股就離開了 所以專科老師不會有這個需求 那但是這個東西 對於 專任老師則需要的必要 他尤其是需要學生有不舒服的時候 都需要個別的 個別的諮詢或指導 然後來確定他們的健康狀況 好 那最後來看一下 舉辦 各類的環境 各界的活動 包括什麼東西 宣傳健康助力活動 譬如說 體重班 健康 健康進擊班 還要是什麼東西 各自選工 關於教育學部分的 歌唱 然後歌唱比賽 健康題目 好那這些出去的東西 就有點過頭 就有一天 超出了我們這個道 他跟我們這個教學的量 好 那我們就講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的觀看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